每媒,NBA历史师大大前锋,网友,这次排名总算靠谱,我们图片来源网络帝诗位,当尼斯罗德曼,外号大虫的罗德曼,是NBA历史上有名的防守铁血汉匠,职业生涯两次获得NBA最佳防守球员的称号,以及七次入选防守一阵,除此之外,他还篮板狂魔,虽然他只有203的身高,但他拥有强大的意志, 防守预判能力和侵略性,造就了罗德曼出色的篮板能力,生涯七次获得篮板王称号,他的职业生涯巅峰是在加入公牛以后,和乔丹,皮棚组成公牛铁三角,为公牛建立了三连贯的伟业,图片来源网络第九位,保罗加索尔,曾经的紫金军团,曾经胡人的加嫂,现在都已成为了过去,加索尔令人印象深刻的, 应该是销利胡人的期间,那时候的胡人有科比,加索尔,奥多姆,老于,拜纳姆等人,在西部一直都是一只独秀,加索尔两个总冠军,都是在胡人拿到的,他是胡人夺冠的功臣,是必不可少的一名大将,献销利于马刺,算是接替邓肯的位置,同时也是为自己的第三冠发起攻击,图片来源网络第八位,埃尔文海耶斯, NBA最伟大的强力前锋之一,1968-1969赛季,他被圣地亚哥火箭队,在第一轮第一位选中,三年以后火箭队将他转会到巴尔蒂摩子弹队,就是如今华盛顿子弹队的前身, 1981-1982赛季,他又转会来到休斯敦火箭队,并于1984年从火箭队退休,在他16年的NBA生涯中,他打了1303场比赛,累计5万分钟,仅有9场比赛没有出场,堪称整个70年代的NBA铁人, 先后效力于火箭队和巴尔蒂摩子弹队,总被分为27313分在NBA历史上排名第九,以及总篮板16279个在NBA历史上排名第四, 夺得一次NBA总冠军,入选美国篮球名人堂,图片来源网络第七位,鲍伯·佩蒂特,当鲍伯·佩蒂特1954年从路易斯安那大学毕业的时候, 没人认为,他当时的身体条件和技术水平,能够成为一名职业篮球队员,当时身高2.06米的佩蒂特体重只有91千克, 这是一个偏瘦的选手,但是经过在NBA11年的征战,他在1965年从圣路易斯老英队退役的时候,他被誉为NBA50年代最伟大的大前锋, 并且成为NBA历史上第一个得分,达到2万分大关的得分手,佩蒂特在他11年的NBA生涯中,每年都被选入全明星队, 并且得分排名,从来没有低于第七位,1956年和1959年两次获得NBA最有价值球员称号,连续一零赛季入选NBA第一阵容,并在1957-58赛季,获得NBA总冠军 1964-1965赛季,是他退役前的最后一个赛季。图片来源网络第六位,凯文·麦克海尔 凯文·麦克海尔斯之大前锋,在1980-1993年间,魏波士顿凯尔特人对效力长达13赛季,被誉为是NBA史上最佳的白人大前锋, 并与罗伯特帕利时和大鸟拉里伯德组成堪称史上最佳的封线组合,剃球队变下80年代的强队基础。图片来源网络第五位,凯文·加内特,凯文·加内特,绰号狼王, 他是一个技术十分全面的内线球员,传球出众,防守极具威射力,曾获得一次最佳防守球员的称号,同时也是四届的蓝反王。 2007年转会凯尔特人,与雷阿伦·皮尔斯组成绿军三巨头,2008年击败胡人获得直印生涯的第一座总冠军,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前锋之一,图片来源网络第四位,查尔斯·巴克利。 巴克利,号称空中飞珠,虽然他的身高只有193,但他却是一支球队内线的顶梁柱,巴克利也是一个技术全面的大前锋,同时更是NBA历史上著名的大前锋之一, 职业生涯11次入选全明星阵容,一次常规赛MVP,5次入选NBA最佳阵容,一次当选篮板王,孟一队成员,荣获1992年,1996年两届奥运会南蓝金牌,可惜因为与乔丹同时代,巴克利失终没有办法夺取总冠军,图片来源网络第三位,德克·诺维斯基,诺维斯基,人称诺天王, 指引生涯一支效力与达拉斯小牛,从初入联盟,当如今主导小牛,一直都是小牛的主心股,2011年带领小牛杀进总决赛,遇到刚刚组间的热火三巨头,诺天王毫不手软,一举击败拿下自己指引生涯的第一座总冠军,同时获得总决赛MVP,诺天王在场上的霸戏,以及那经典的,经济独立科是NBA的一决学, 同时他也是公认的纪拉里伯德,之后顶尖的白人球星,图片来源网络第二位,卡尔马龙,卡尔马龙,生涯在NBA联盟一共征战了19个赛季,其中有18个赛季在犹他爵士队渡过,球员时代和约翰斯托克顿组成的黑白双煞, 让爵士队成为一支净旅,两人带领爵士队两次打入NBA总决赛,但是都未能夺取冠军,马龙的职业生涯中,连续11次入选最佳阵容一队,连续三次入选最佳防守阵容一阵, 同时也获得两次常规赛MVP,两次奥运金牌,可他一生最遗憾,还是未能获得总冠军,如果拿过总冠军,他的历史地位将提升很多,图片来源网络第一位,地母邓肯,将邓肯放在第一位,一点也不奇怪,邓肯的职业生涯是伟大,1997年被马次以状元的身份选中,生涯19年都一直效力于马次, 从当年懵懂的球员一直成长为马次的核心,为马次效力的19年中,五次夺得总冠军,三次总决赛MVP,十次最佳阵容一阵,十五次全明星,邓肯的职业生涯虽然很频繁,但是他为马次对所做的一切都是伟大的,他一直都是马次的,21号新秀,去年7月11日,地母邓肯宣布退役,大家都说这样的退役邓肯, 没有华力元素,但不缺意义,图片来源网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